哇,很開心,今天終於又和 Steven 做了一個真實,很深入的訪問 稍後大家留意我和 Steven 訪問 因為 Steven 回答了我們很多我們很想知道的問題 尤其是喜歡他的作品的朋友 尤其是藝術家創作者 真的有很多好的東西和大家分享,是不是 Steven 今天你這個展覽其實在哪裡? 在海港城那裡的 是,直到什麼時候? 直到2月21日 就是還有一段時間 但是賣的方面是不是很多東西 還沒賣完呢? 沒什麼了 沒什麼了,真可憐 糟了 我想問,那些核彈也有吧 核彈也賣光了 有沒有搞錯? 也有一點點的,是不是? 有些預訂的 有些預訂的 所以喜歡他的人,第一來來看看 二來看看還有沒有什麼可以預訂或者買 但是也給大家提示 其實 Steven 的東西不只是Gallery 才有的 嗯 在其他一些,譬如有些大的連鎖店 都見到可以足跡的 OK 如果真的來到這個找不到,先看了的話 然後轉個圈去那些店裡 可能還找到 Steven 有幾個系列的 一個是你三個海和堂合作 另外還有小王子那個 每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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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是不是都有一個核彈 是呀,小王子有核彈 記住不要再看,一會兒我們很深入訪問 Steven 和我們分享很多 不是好像有這麼害羞的 大家一起去看看他的畫作 和其他東西 OK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好開心,今天就找到 Steven 來和我們做訪問 Steven 其實... 你不要不認,你也是藝術家 你怎樣看藝術? 怎樣定義藝術? 我真的不認的 因為... 其實我沒有什麼... 自己界定一樣東西是否藝術的 但是我覺得所有... 無論藝術或者創作的東西 都是一些說故事的表達形式 我比較想用一個... 表達自己和人說說話溝通的手法 來去講我自己的角色 是呀 是 即是你會選用自己的方式 但是你就說你不是藝術家 這個... 我想藝術家是... 就是... 是人家定的 是,你定也對 是人家定的 不是自己覺得自己是藝術家 是,是 有一個追蹤的問題 就是因為有人定義了 其實之前都幾年... 一、兩年前你其實已經拿了幾個國際大獎 那是很肯定一個的 就是客觀也都是很... 很... 很... official 的一個認可 就是你的畫作已經是... 去到某個地步了 只要這麼說 不要說天下無敵先 但是... 我知道個人都很喜歡 因為我自己真的... 我不是很懂藝術啦 但是我都看到那些畫作是很... 很喜歡、很開心 看起來有些... 有些童真、童心 或者一些... 叫做人的一些... 一些理想、一些dream 在裡面實現到 其實你平時的創作是否... 都是想達到這些目標呢? 是的 平時我自己... 因為可能我接觸你啦 或者接觸其他東西啦 都是一些... 玩具的... 或者立體的東西多一些 但是其實我自己最終極 或者最想做的那樣東西 都是來自資本或者繪本的創作 因為我覺得那個... 那個價值的問題 因為可能... 我們《冠冕藝術》這個名字 可能是... 是給一小撮人去感受 或者去欣賞的 但是我想做的那樣東西 是透過... 可能是畫作啦 或者繪本的形式 是令到... 將自己的感受 很mass 這樣給大眾去... 去瞭解或者去欣賞 所以那個程度上高是有不同的 我想我一直認識 Steven 都很謙虛 剛才其實他已經說了藝術的定義 因為... 就是我讀書一陣子 都讀過... 雖然我不懂藝術 但是我也讀過什麼藝術定義 其實藝術應該是亞族共賞 是一種跟大眾或者社會交流的一種表達 而是創作者... 想通過他的作品去... 告訴他一些想法 在創作領域的行業裡面 其實你... 有一點理想 其實你最終目標是什麼 我想... 我想做... 做到好像幾米一樣的 因為是一些很多... 透過很多不同的作品 可以... 給人家一些感受 或者一些想法 某程度上都想療癒別人 那個療癒方法可能是大眾的 透過可能書本畫作 或者立體 去做到這件事 因為我小時候就... 或者我... 都比較內向啦 就不是... 真是好... 說很多東西 那些人來的 不會搭肩膊 見到面... 說很多Hello 很熱情那些 所以其實我很多想法 很多感受 都不懂得怎麼表達的 希望透過作品來去... 給多些人了解 或者知道 好多謝Steven剛才跟你說 其實他仍然是很... 很踏實的 很謙虛的 其實他仍然都是覺得... 剛才我問他最終的目標 其實他的目標是... 聽起來其實很平淡的 就是有沒有一些目標是... 哇...很... 驚天動地 或者是很...很奇趣的 沒有的 都是想... 做多些作品 好像幾米一樣 就是令到人家可以療癒一下 或者怎麼樣 是的 這一點我就... 我自己個人認為就是一個藝術家 藝術家其實有時候不是一個... 好像政治家或者領袖那種的想法 就是我要做些什麼達到某些目標 而他可能是一個... 很率性或者很自我的一個... 就是... 自己個人的目標 就是去做了 我認為就是藝術家 所以有些人說藝術家就是很有個性 就是不跟隨俗流 就是喜歡我行我素 這個可能某程度上都是... 某些角度是我認同的藝術家 就是不是太...計較這麼功利了 但是呢 住在香港 這個社會這麼講求... 就是... 效益的社會呢 其實對你的創作有什麼影響呢 不一定是壞的 你... 這麼功利了 說這麼急了 那你是一個... 這麼慢 這麼... 這麼... 這麼平淡 這麼... 就是... 比較溫和的人 你覺得你怎麼可以做到好的創作 香港給你什麼呢 本身我就是很... 在... 很急速的社會生活的 因為我... 做的職業本身是廣告設計 嗯... 那麼廣告設計 我已經可能... 鍛鍊到自己是... 是給... 所有人去做設計 和做... 所有稿啊 是很快的了 但是... 就因為... 做那些事情太快了 所以我就喜歡做一些... 比較慢或者比較... 一些深入的東西去了解 其實都是一種刨丁解牛的看法來的 就是... 你了解了個底運 其實做那些事情... 快慢是跟回你自己的節奏 我就想... 就是盡量是這樣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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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香港... 那... 是這麼急速啦 那... 好在就是... 那... 我的... 就是... 針對群 可能不只是香港啦 可能... 有日本啊 台灣啊 或者國內啊 都有... 就是... 不同的項目去做啊 那... 所以就... 是啦 那... 比較相對地 容易一些去處理啦 會不會就在香港這麼急速 這麼功利呢 其實... 有一個反差 形成了你其實... 追求一個... 慢一些啦 或者... 自我一些的世界 其實可能... 反過來會不會多謝香港這個環境 做就了你那個反差 可以刺激你做一些... 反方向的事情呢 都...都會的... 可能如果不是... 就是做廣告 做到... 做到日又做、夜又做 就不會去想一些東西... 好像沒有了自己那樣 那...如果我可能... 一直都不是做廣告 或者不是做其他東西的話 那...可能就未必會有這樣的創作 或者... 發展這樣的方向啦 那...我覺得真的... 反正都很恩過的 所以我看到... 這份是一個很懂得感恩的人 就是... 終於香港給了你這麼大壓力 他在你生活上的工作 就是這麼努力地... 趕工... 但是反過來你... 反而懂得找個機會... 用回自己的能力... 和天分去... 去做一些... 可能你是不是更加理想的事呢? 因為呢... 很多... 我們很多... 其實很多行內人... 很多年輕人都會看一下... 或者聽一下我們的節目的 那...其實呢... 你怎樣跟海洋堂開始合作呢? 你方不方便跟大家講一下? 怎樣他們會認識的呢? 我猜都是緣份... 那...也都要多謝阿Dee的Toy Show啦 那...因為... 有Toy Show的時候... 是會邀請海洋堂來香港... 擺展覽的嘛... 我猜應該... 真是緣份的... 那...那一年我就... 擺... 都有參加Toy Show 也擺展覽的... 那...就是... Sue and Pie的... 那...社長啊... 蘇可兒山啊... 那...還有Kelvin山啊... 他們就... 可能經過見到... 交流了...認識了... 那...跟著就可能... 聊一些... 聊天啦... 理念啊... 跟著就慢慢這樣... 就再有... 互動和溝通... 那...於是就... 開始... 就嘗試合作啦... 都是比較... 都是比較自然的一件事... 就是... 沒有刻意說我想這件事... 或者他想那件事... 因為那時候都... 不是好... 因為... 都不太懂的嘛... 就是... 日本海人堂啊... 那...怎麼會... 怎麼會跟自己合作啊... 也都沒有想... 特地想那些... 那麼複雜的事... 只不過是... 慢慢地介紹... 跟著就... 社長有些idea... 有些想法... 跟著... 因為他社長都很多想法的... 那... 拋了過來... 跟著就... 自己... 看看做到哪樣啦... 那...很開頭的時候... 跟海人堂合作是... 都要磨合了很久的... 我第一彈出的時候... 都差不多... 年半才出的... 相對... 可能... Pogmark 出其他那些artist... 可能是半年... 或者... 九個月左右... 多成倍多時間啦... 對... 剛才的問題就是... 最少有什麼作品... 通過媒介... 跟郡總交流... 你講過用紙啦... 但是剛才說到社長呢... 本身我都是... 我自己都是... 應該說... 他是我的偶像來的... 就是... 我年輕時代... 草的玩具... 很多都是海洋堂玩具... 那時... 有段時間... 很多核彈啊... 上色啊... 雕刻... 很精美的嘛... 卡基拉啊... 那些... 是的... 很多的... 總之... 那時候很厲害的... 他們... 是啊... 我... 自己個人真的... 收了他們很多的玩具... 那... 近幾年就反而比較... 好像他走了的方向... 就比較... Niche一些的... 就是比較... 就是藝術化的... 就是叫做... 就是不是那麼商業化... 嗯... 但是... 我... 就是... 我很喜歡他... 所以其實呢... 我很羨慕你的... 那... 看到你... 因為當年... 我記得我認識你... 有一次會展... 就應該是擺一個show... 你自己擺的... 還有太太啊... 嗯... 甚至抱一下BB... 我最記得的了... 那我當時看到這個... 這個男士說... 咦... 除了他吸引我之外... 就是他整個為人... 雖然我當時... 我不是很熟悉你了... 但是看到... 咦... 我說... 這個BB都帶來... 而你又好... 不會介意去... 讓他可以接觸其他人... 而你太太... 也都很同心... 一起去跟你做這個展覽... 而當時我覺得你是... 有很多香港藝術家... 或者設計師一個... 同樣起步的狀況... 就是... 我形容呢... 不要介意是艱辛... 你們很... 黑苦... 那很多... 其實香港知名... 或者甚至未成名的設計師... 都經歷過一段... 這麼難的日子... 所以說... 其實你喜不希望... 將來你的子女都做... 好像你走同一條路... 或者類似的東西呢? 我... 應該都屬於... 很自由的人來的... 他喜歡... 因為小朋友... 現在他開始大了... 他有學芭蕾舞... 有學鋼琴... 然後他又喜歡畫畫... 可能就是... 媽媽又想... 你學不學畫畫班... 我就說不用了... 就是... 自由一點... 讓他自己... 那時候... 我小時候... 都是沒有... 沒有... 沒有特意學過... 那些什麼的... 只不過自己喜歡的東西... 就堅持到底啦... 那... 基本上... 這個項目就在這裏... 其實沒有... 他會... 如果有一件事喜歡... 他會自己慢慢走出來的... 我相信... 每個人都會的... 只不過在... 走的路程裏面... 我們會不會... 輔助到他很多... 那樣的東西... 所以我沒有特意特定的... 那... 不過... 小朋友對音樂... 或者表達情感... 是... 很有這個天分... 我猜就是... 他可能都是... 偏向那邊掛... 這樣啦... 其實我作為爸爸... 我非常認同... Steven 的看法... 就是有時... 看到他天分... 他怎樣幫他造就他... 又不是困死他... 走到他邊邊... 縱然... 可能爸爸在畫畫上面... 有一定成就啦... 都不會說... 要他想推個女兒... 推個兒子... 兒子... 女兒... 對啦... 去學他自己想做的事... 那... 但是呢... 因為... 這個事情你可能... 你有欠他來不認的啦... 其實... 在香港來講... 做自計師藝術家... 或者自己跑出來... 獨立去... 去創作呢... 其實真的不輕易的... 那... 你又可以跟海洋堂合作啦... 甚至... 都起碼通過... 海洋堂這件事... 可以做一個小王子... 一個很經典的... 發覺一個的... 應該是傳統的故事啦... 嗯... 那你可以正式的... 授權去做這件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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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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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回答我你成不成功... 即是這個... 嗯... 大家... 好像我們說... 就是人家去定義... 但是... 這個...其實... 這個... 這個境地... 其實... 我想不是... 每個人都做到... 或者達到... 不妨... 呢... 跟一些年輕一些的... 或者年輕一些... 或者是... 仍然在努力著的... 同輩啊... 同業啦... 講一下... 其實你覺得... 甚麼因素可以令到你走到今時今日這個位置 我猜有一件事是我自己個人比較特色一點的 亦都可以給大家一些意見的 就是不要覺得自己太聰明了 就是這件事就要覺得自己很謙虛 還有要很努力 還有因為我自己個人都很麻煩、很嚴謹的 做所有事都 那個程度是 我自己都很謙虛的 都要叫人家改或者怎樣做 要很堅持自己的想法 去達到那一件事 因為這件事是unit的 就不代表你要跟著其他人去做 一些很潮流或者一些很流行的事 這件事你會慢慢自己會成長 在學習或者做一段階段 在學習成長 如果是做到很自己的 那條路就很 outstanding 可能有時候快有時候慢 沒有人會知道的 但是你不堅持就很難去做到 就是這樣 但是剛才是open end的 現在問回 假如有幾個因素 是經驗、努力、天分、人際網絡 或者是運氣 這五種東西 你覺得這些東西會不會有幫助 我猜運氣佔一半 佔一半 因為好看那件事 其實運氣是由天分、努力 和很多東西集合在一起得到的 當有很多人集合在一起的時候 它會幫到你做很多東西的 運氣我相信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同意的 同意的 運氣是一個很重要的 通常在有一番成果的朋友面前 他們通常一定會提起這件事 就是運氣去講 但是這個運氣 就不是我們抽象的運氣 而是其他人賦予你 或者環境賦予你的機會 但是剛才Steven說了 就是你要有天分 要努力 要謙卑 要不要自以為是 要有自己的風格 那我這些 如果大家有心朋友在聽著 我覺得你真的要聽Steven那番話 因為很真實的見到很多情況都是這樣 我見到很多香港 我們行裏面的朋友 有些成績的 通常都有 剛才Steven提到的一些特點 就是講返你的玩具 因為其實現在 目前見到通常通過紙本 或者畫作 其餘的東西 就可能我們先叫 姑且我們先叫玩具 因為其實那些都不是很玩具的東西 不過那班海洋台叫做一間玩具公司 可以這麼說 或者演員Visio合作 都是一個玩具 其實我覺得 其實全部都不像玩具 是一些 你叫藝術品 你覺得 負擔很大 壓力很大 我覺得是一些精品 那些精品不是那些街上的精品 是一些很漂亮的創作 尤其是核第三彈 我看完之後 我看完之後 我真的超過了 整班Toys 3主持 那一晚 拆你那核第三彈 其實真的是搶 搶著 拿了自己的心儀 那個 其實這裏 你覺得 你怎樣可以達到這個水準 還有在過程中 是不是海洋堂幫了很多手 是的 海洋堂社長 Katayama-san 和 蘇可兒-san 他們幫了我很多的 那因為 想做那樣東西 是要很多配合那樣東西 那因為 第三彈 是一個 超級的新嘗試 超級新嘗試 就是它 是超過一千個 上色工序 那你說的 可能一般 現階段流行 那些盲盒 它是十二款 加一款隱藏 而我只不過是 九款 就是九款 就是八款 加一款 已經超過一千個工序 它拆件 是超過二百五十個拆件的 所以其實那件事 是一個很複雜的 也是很難做到 那樣東西的 當然 因為海洋堂很經驗 那也都 再厲害一點的拆件 它都有 但是在現階段流行 就是放在流行 盒彈裏面 是很少有的 這樣 所以 這個是一個 能夠做到 是一個很大的 突破和嘗試 那 為什麼你剛才說 又不像是 玩具 但是又什麼呢 其實我的特色 無論是畫畫也好 做立體也好 都是在做一個 一個說故事的表達 而那個說故事的表達是一種 你看那件事 是有感受和感覺給你的 就有別於其他人 所以就是這樣 聽完之後 我當時 我做在這裏 因為我又想著 我自己 都是算是行內人 懶惰的 我說這些是手遊的 其實剛才 Steven說 超過一次工序 你只是八款超過一次工序 連隱藏 連隱藏 九款超過一千個工序 那件事你很欣賞 你看到為什麼 這些顏色這樣走 為什麼 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 根本我們只要通過 和朋友沒有 或者很簡單 生產技術 是做不到的 是通過很多 其實那個心血 你真的照計 如果百多個步驟 其實真的是 直回票價 我這裏不是去黑銷 這件事 因為色體的人自然會很喜歡 說真的 我現在都不和大家去討論 好賣 或者絕反味 不是我們的話題 我看到那件事 我是欣賞 整班人 包括Steven 包括海洋堂 甚至他們在工廠裏面 那些生產的管理 這個其實近年 是沒有公司這樣做的 尤其是用這種方式 你通常核彈的商品 就是商品化來 快點震多些 潛多些 這件根本就是 你獨立插一件 其實應該是一個 很微型的 我形容的 藝術品來的 是很漂亮的 單車的輪圍 有一個是有燈的 顏色真的 好多刺激的老闆 我只是看 怎麼做 簡直是很驚喜 我開心 因為那些主持懂得看 不要介意 我很招職 學不懂 師範不欠虛 因為他們全都看到 這件事是很難做 當然 我相信很多人 會明白這件事 因為如果你不說 我們真的不知道 因為這個過程 其實 不是秘密 但是是隱密 沒有人會走去那間廠看 原來 插件也超過250件 其實我覺得這個真是超所值 已經不是一個核彈的層 但是他仍然把它放下去 這個是社長的意思 還是你爭取 他們也有奇怪 為什麼這麼多的 但是 就是 在某程度上 我的一個 自我挑戰 因為 一個盲盒 你要看到你自己的進步 在裏面 可能第一彈是一個摸索階段 第二彈開始成形 第三彈 應該是 你的風格 就應該定的了 第四彈是 順著第三彈的風格 來去 develop 我自己去這樣看 那件事 所以你每一次都要有一定的 你一定要過了前面的感覺 如果不是你 如果做平的感覺 或者你低的 其實這家很多 所有的玩家 或者什麼都越來越懂 是不是 他都覺得那件事 又重複 或者有什麼的 可能多留一兩次就會下滑 所有的事情 所以其實基本上 是自己的一個挑戰 和肯定 自己 是 要早點說 其實聽到ToysTV的觀眾 都是多數會吃東西的 就算慢慢都會增加知識 因為剛才 Syvon那樣 我想問一下 其實換句話 你暗示了開發和生產過程裡面 你都有參與 我全部很熟 因為可能 你參與了嗎 全部我懂 我懂拆的 我懂的 那些拆軟我懂得 撞出來 可能堂是 潘到我是 很熟 我是由開發 拆件 跟到 最多年 包裝 包裝是我自己做的 所以所有 每一個步驟 就是 它裡面送的東西 或者那些 GIF 做的那些 全部都是自己設計 自己親手做的 所以 這裏看到 來補充一下 包裝那裏不是真的 包裝的那裏 而是整個包裝的設計 那個理念 我們就是贊了 因為我們當整盒在那裏插一會 咦 我還留下一個盒子 說真的 那個外盒 因為太美了 因為中間有個洞 好像畫箱 我未理解到你的用意 但是有很多backdrop 很多摺紙 可以拿出來用 我這裏 那裏 不要講錢 我覺得誠意和公本 我跟大家講 分享法 一定是有超值的 原來 Steven是由頭到尾跟 這樣就是 這個是少有 我見很多成功的設計師 其實都有這個條件 他不是說 做了一個畫作 或者DVD好 接著就pass 給人去處理 而他是 最多可能去到QC階段 就看 好不好 簽個名 但是Steven 我是覺得很突然 因為 海洋堂是一間日本公司 而他又可以讓你去 放手去給你搞 其實真的 清明到我 什麼都要自己親手做 放手給你做 這個是精神 這個是精神來的 他清明到我 什麼都要去看 要去理會 那件事 那就是 所有原刑師的逼經階段 我明白了 因為沒錯 海洋堂最出名就是 有一些很厲害的原刑師走出來 那所以呢 阿社長 或者公司 海洋堂方面 就是 Steven 不單是畫家 要做完 就是原刑師的工作 就是做完 怎樣陷 怎樣知道所有 我相信你以前沒有學過 沒有的 沒有的 我呆了開頭學的時候 是的 但是我覺得很appreciate 這件事就是 因為阿社長 或者他公司的團隊 可以讓你有這個自由度 因為很多公司 幫你整個整個過程 越便宜越好 越快越好 那件事 但當然是問題 不敢問 最後一個問題 但我都聽到少許東西 因為我知道有十三彈 這麼正 我就沒有問題 第四彈 怕你們準備 但好像你 好像口風 第四彈應該在準備 是的 所有 自己覺得做 做盲盒 或者做盒彈玩具 最高的境界 就是做情境 所以第四彈是 因為第三彈 已經偏向情境那方面去做 第四彈是 情境來的 是的 是的 好期待 好期待 應該不用問你時間 段故事都要一段時間 今年內 今年內 年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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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期待 希望到時候我們都可以 看到這些 這麼美的 不可以叫作品 我真的個人很期待 我真的很喜歡 我都會很努力 我會多拍兩條片 關於Steven的作品 因為純粹訪問之外 大家聽 可以看到他真實的 產品圖片 我相信幾多朋友 其實是未知的 是嗎 嗯 有些知道 有些未知 是的 其實是的 因為我都明白 這個香港社會 或者這個世界都是 一些紅色 微紅 或者大紅的時候 就會少一些 但是看回今天的展覽會 其實已經是超多人 現在香港 全世界都是 疫情 有很多原因 其實大家 出來的機會少了 但是剛才我畫廊 都挺擠勇的 聽聞這幾天都是 衷心 很祝福你 畫展去成功 有沒有什麼 跟喜歡你的畫作 或者產品 作品的人說 多謝 多謝 這句一定要說 因為我相信 作為一個這麼謙卑 這麼有能力的作者 其實他也是 要找一些機會 去多謝他的支持者 那麼 很多謝 Steven 因為這兩三日都很辛苦 好 今天到這裏 謝謝 歡迎大家來到海港城 看 Steven Choi 作品的 小王子畫展 小王子畫展